好我们上一个礼拜提到 就是说欧盟呢 它本来的设计 就是要往一个国家的方向发展 那所以呢 这个国家的运作 要有行政立法司法 对不对相关的部会嘛 对不对 那他们彼此之间是进行 怎么样的权力的制衡呢 因为我们说同学注意看 欧盟呢 虽然今天遭遇到很大的挫折 举例来讲 又是欧债危机 对不对 又是英国要脱离欧盟 的确是很大的危机 对不对 但是并不敢因此而推论说 他马上就要瓦解了 所以他还在运作中 所以呢 你还是要有一个制衡的一个情况嘛 对不对 所以存就立法方面 我们说这个执行委员会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就类似台湾的行政院 他提出什么 各项议案 然后呢 在这个部长理事会 提出来这个相关的立场 这老师之前提到过 什么经济部长 教育部长啊 各自 然后呢 议会来审核 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同意或者是不同意 的这些情况 的这些情况啊 好 那上个礼拜提到的这个呢 我们也有 同学县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县阶段 他们在讨论比较热烈的呢 的确就是你英国你说你要脱离欧盟嘛 对不对 你的老百姓也表达意愿了嘛 对不对啊 那是一定会脱欧盟 那问题是什么 英国老师不是说英国打这个 算盘都打得很精的 对不对 所以他说啊 英国现在内部就是两派嘛 一派也就说 既然大家都决定要脱欧了 那就百分之百的脱离 重新建构什么新的关系 就像国与国之间什么 大家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 或者是什么样 那但是另外一派呢 就主张所谓的软脱欧 刚才讲的是硬脱欧 那所谓的软脱欧呢 那对于欧盟来讲 那你真的是欺人太甚啊 怎么叫软脱欧呢 也就是说 因为我你这个市场我还需要啊 这个单一市场 大家互相零关税 这个我还想要 特别是同学特别注意哦 因为美国现在选出来一个川普啊 对不对 那国际之间很多人认为他会搞保护主义 老师并不认为他会搞保护主义 因为他除了他自己的家族之外 其实全世界的自由贸易 美国英国其实这些老牌的工业化国家是受惠最大的 他应该不至于推动传统的所谓的保护主义 大家各自关起门来 但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某一些什么产业 他会把关税拉高一些 原有的关税里面稍微再拉高一些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至于恢复到 这是老师的看法啊 不至于恢复到百分之百的什么 什么都是百分之百的关税 让外国货都进不来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如果让外国货进到美国都那么贵的话 那支持川普的那一些中下的什么白蓝蓝 白种人 工人蓝领阶级的 还有男性又要养家糊口的 他的负担是更大的哦 因为什么东西都变贵了 对不对 因为他现在每天一天到晚在骂大陆 但是什么大陆很多东西进去什么 比较便宜 你说他请销也好 或怎么样 那他比较便宜 他帮你养了你这些什么 白蓝蓝啊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中间他不敢轻易关门的 对不对 那但是对于英国来讲 这就是什么 老师之前讲的 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研判 欧盟不至于垮台 就是什么 如果川普真的搞传统的 百分之百的保护主义的话 那你欧盟 老师之前是不是讲 欧盟比利时这个小国 那他的国内市场是整个欧洲啊 对不对 卢森堡这个小国 在欧盟里面 那整个欧盟也是他的国内市场哦 对不对 如果欧盟垮了的话 每一个国家的市场就是这么小一点啊 对不对 那英国这一批软 主张软脱欧的呢 那也是机关算尽啊 因为他也害怕什么 如果这个川普真的搞保护主义的话呢 那我跟欧盟这边还是签订 软脱欧协定的话 那欧盟的市场对我还是零关税 所以我英国的国内市场 等同还是全欧洲啊 不是只有我英伦三岛了哦 懂老师的意思吧 所以大家都精算的很啊 对不对 那但是问题来了 这就是老师刚才讲的 欧盟的立法 我们刚看到议会里面 或者是行政单位 他现在变成 如果要跟英国处理这个脱欧的问题 英国提出来的所种的要 所有的要求呢 欧洲议会要行使同意权啊 所以我们之前讲的是同意是拒绝 这些什么 那都是要好好商量的哦 议会有可能什么 拒绝的啊 对不对 你英国机关算禁了 你该禁的义务 你不愿意禁 那我们这个欧盟的共同市场呢 你却要抢的要 对不对 因为大家注意看 现阶段所有的小国 其实大家真的都害怕 什么 川普上台以后把什么 先不要说全部关起来了 把关税一拉高 那所有进美国的产品什么 都有可能变成 物还是很好 但是价不连啊 你就变得比较贵啦 可能美国人就不买啦 或者是买的人比较少啦 那当然美国人也受害 是这些出口的国家呢 也受害嘛 所以同学有没有看到 德国的什么 梅克尔总理 不是原来说 因为这个难民政策 受到重创吗 一开始大家还说 哦要给他得诺贝尔和平奖 就没几天插点什么 职务都不保了 都要被推下来了嘛 对不对 那这几天呢 同学注意看 他又翻转起来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什么 那当然他翻转起来 同学注意看哦 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妥协 这是我们在台湾 大家都比较少谈的一点 是吧 好 你们这些难民进来 他现在发觉什么 你们这些在国内 没有什么问题的什么 其实同学注意看 前几天什么 就已经有好几班飞机什么 把这些人送回国 我不管你政府收不收 我一飞机开过去 就把你丢下去了 所以也有很多人说 那你德国 你讲什么人权 你凭什么讲什么人道 那德国人基本上 还算蛮诚实的了 所以那个执政联盟里面 一个就说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 我们党就要垮了 两害相权取其亲啊 因为他们这些人 不是受政治迫害就过来的 对不对 然后在我们这边 我们觉得他也没什么 合法的证件或怎么样 所以全部什么 装上飞机送回去了 大家注意看到 就是这几天的事哦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外国人多么讲人权 多么讲人道 没有的 那个只是包装职 还是贯彻自己的利益啊 所以我 我什么 我再收你 我就要垮啦 对不对 除此之外 同学注意看 还有一件事 就是梅克尔也被迫什么 公开主张 立法 怎样呢 立什么法呢 就是在我们德国境内的 所有的穆斯林的女性 你也不能再蒙面了 看到没有 之前是法国 同学注意看 法国在将近快十年以前 他就已经立法什么 所有任公职的穆斯林女性 你在公开的场合 或者是上课 如果他是老师的话 上课是不准带头巾的哦 那是法国早就立法了 所以同学注意看 恐怖分子专门打法国 不是全然没有道理的 他不去打别国 懂得是第一次吧 是有原因的哦 法国早就立法 不准穆斯林 即便你是合法的 这个法国人 但是就是不准你 带你那个头巾 以我们的标准来看的话 他带个头巾 关我们什么事啊 对不对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 穆斯林女性里面 带头巾也有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比较什么 严格的 那真的就是老师以前提到的 他就只露一个眼睛 两个鼻孔 那眼睛呢 鼻孔就不用说啦 鼻孔负责呼吸吗 那眼睛呢 除了只露个眼 这个孔之外呢 上面还挂一个小窗帘 看到没有 我们平常一定有个睫毛 睫毛是往上啊 但是他这边还有个窗帘 要把眼睛给遮住啦 对不对 那他除了走路 那当然他们大概也是有他们的求生存的办法啦 他们一定看得到我们啦 他们走路也没摔跤啊 对不对 他们有他们的办法嘛 对不对 或者是如果他是你朋友的话 你有没有可能真的好几年 你都搞不清你朋友长什么样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 那梅克尔呢禁止 他要立法禁止 因为他也要妥协 要不然他也要垮啦 对不对 他不是还要竞选四连任吗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也做妥协嘛 就说德国也要立法禁止 穆斯林女性什么 戴这个头巾 但是他禁的是比较什么 严格的这一派 就是老师刚讲的 全身统统包住之外 眼睛呢 露眼睛鼻口 然后眼睛上面又挂个窗帘的这种的 那平常另外一种是比较温和的 这些国家的女性呢 脸是整个露出来的 但是头发脖子什么全部都包起来的 那这种基本上什么 其实对大家也没什么妨碍啊 他作为你的朋友 你还是知道谁是你的朋友嘛 对不对 那这一种在德国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梅克尔同学看到没有 他推动这两个政策以后 最近他什么 他再度竞选他们自己党的党主席 才又选上了哦 前几天差点快变成过街老鼠了 看到没有 连他自己的党内同志都不愿意跟他走在一起啊 因为民怨沸腾啊 看到没有 那他当然他也会反应够快嘛 那当然从 从非西方 或即便是西方国家 甚至德国里面也有一些人觉得什么 你把这些难民 一批人装上飞机 然后就送回他国家 你不管他国家收不收 或者说他回去会不会受到什么 什么惩罚 你都不管 那你这个人权是 讲假的啊 那他也承认是讲假的啦 因为没办法 我自己什么 我要不然我的党就瓦解啦 我当然还是先雇我的党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相关的难民政策 之所以闹那么大 里面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什么 你德国你自己开放那么多 没有跟大家商量 也没有进到议会里面 让议会同意 对不对 没有老百姓没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你凭什么你德国一国做主啊 对不对 而且你还什么 私家欧盟 让大家分配名额 对不对 那特别是东欧有些国家 匈牙利我们看就是公然跟德国什么 还有欧盟唱反调啊 因为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述啊 我自己刚转型 还不见得全然成功 我自己什么 能够顾好我自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不对 然后你还分一堆名额 那这些名额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 你强来塞给我的 对不对 所以纯就议会或者说老百姓的观点来看呢 同意注意看 因为我们之前上课有提到过 欧盟有共同的什么 科技相关的政策 有共同的农业政策 对不对 但是没有共同的难民政策 所以什么 的确还是各个会员说了算 但是你今天你用欧盟的力量 来什么 强制塞给我这么多人 我根本养不起啊 对不对 而且你大方 你一下收了上百万 对不对 所以 同意注意看到没有 以我们之前讲的议会的观点来看呢 他也觉得什么 老百姓还没有表达什么 议院的立场的时候 你就做决定了 那进来的这些人的确 同意注意看 他一开始或者是说 往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呢 他也需要调试生活嘛 调试欧盟的生活 对不对 所以就等于说 里面可以缴税 因为同意注意看啊 对于西方人来讲 你要谈什么权利 是非常清楚的 你要先进义务 听清楚了 那这个义务当然有很多种 但是最根本的就是 你有没有缴税 听清楚了 没有缴税都不必说了 有缴税才可以什么 讨价还价 董老师的意思吧 这是西方的这个 他建构整个政府要运作国家治理的一些基本原则 所以好 那这些奈民他没有啊 他凭什么一进来就享受福利啊 对不对 所以在议会方面呢 基本上恐怕就站不住脚啊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 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啊 就是说欧洲那么多国家 28国即便英国退出 因为同样注意看英国退出大概也要还要两年的时间呢 对不对啊 那好 那现阶段呢是28个会员国嘛 对不对 那这28个里面老师上个礼拜是有提到过 政党很多嘛 你要跨国运作呢 每一个国家自己老百姓 自己的议员跑去欧盟那边运作呢 跑到另外27个国家去拉票 那太恐怖了 太累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组成党团嘛 那老师上一次以绿党作为说明 因为绿党很清楚 大家都是为了环保嘛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 这个时候呢 同学注意到哦 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川普选上美国总统 他在竞选的过程中 他是不是有提到过气候变迁 这是骗人的 对不对 因为气候一变迁 大家是不是要什么 怕污染多啊 或温室效应 所以要降低污染 降低很多工厂的什么 废弃的排放量 对不对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的确很多工厂 制造业很多工厂 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 的确是很多 那有没有 那川普讲的是说什么 这个问题被夸大了 对不对 那被夸大了以后呢 这个气候公约的规定之下呢 上一次联合国举办达成协议的是京都议定书 然后后来现在什么 在推动美国欧巴马也支持的是什么 巴黎的气候协定 对不对 那要求的标准就更高 因为在 因为同学注意看 我们陆陆续续的天灾 都是很严重的嘛 对不对 那里面其实一定程度上 是有人祸的 对不对 那但是川普呢 他全盘否认 有这个问题 其实一样嘛 跟他的选民基础是有关联的嘛 白 蓝 蓝 那这些什么蓝就是什么 在制造业为主的 要在工厂里面工作的 那工厂就有可能排放出很多什么 二氧化碳啊 对不对 所以他有可能翻盘啊 那对于欧洲 这下就回到我们这个题目来了 那欧洲的绿党 有没有可能压到欧盟 你一定要跟川普对抗 你不准什么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当美国的欧巴马 还有大陆的习近平 签下巴黎协定的时候 欧盟什么 欧盟就很紧张的 赶快什么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什么 也赶快签啊 那现在你美国换一个新总统 你就要想要翻盘 同学注意看啊 那川普讲的是全然都错 还是欧盟这边 有大家 为什么这么紧张啊 甚至欧洲的这些绿党 也跟着什么 很紧张啊 李嘉恒 蔡正达 你是李嘉恒还蔡正达 那你可不可以谈谈看啊 川普说没什么 那欧盟还有欧巴马 大陆都说是有问题 大家要努力的这样 我们台湾不是有很多社会运动团体吗 对不对 甚至都反核啦 对不对 污染啊什么的 那你个人的看法呢 你觉得大家到底是 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 到底应该反什么 所以同学注意看 这的确啊 这个问题 那欧洲的什么 同学注意看 巴黎议定书前面是什么 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在日本的京都召开的嘛 但是整个的版本的内容是欧盟提出来的哦 是欧盟版本哦 所以同学注意看 那当然在座可能有同学去过欧盟 知道什么 哦那边的环境很好 空气好像也特别什么 干净 对不对 那还有没有别的考量点啊 他们以迅为不及掩耳的速度 赶快什么 签巴黎协定 甚至也没有让欧洲议会充分讨论 你看光美国总统两个立场居然不一样 那欧盟呢 是绝对这些绿党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我们全世界啊 的政党里面叫绿党的 大概每个国家都有了 对不对 但是真正有实力 压着有这个能力压着政府 制定相关法规的 那大概基本上还是欧洲的啦 老师都讲了那么多啦 是川普头脑不清 还是欧洲国家头脑不清 因为是会讨论到各个医院他们可能就是本身都在投资在那种他们的石油 或者是能从上面就是就是就是软商内容就是就是就是软商内容就是就是软商内容就是他们就投资在上面然后呢 就有那些投资的软区包围一样就他们不可能会让就是一二双暗的东西突破 好非常好啊这同学讲的有些什么有些人他就是投资石油行业的嘛对不对他当然什么反对因为我们知道石油的确噴出很多对不对啊 这个这个当然反对这个气候协定啊那但是老师建议大家注意哦这个绿党支持什么啊 大家要什么空窝要压下来啊因为气温什么全世界同学注意看啊大概从工业革命以来到今天全球的气温大概增了两度多 所以连北极都开始融化嘛那问题现在就说两个层次污染当然要处理啊那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造成哦 居然美国前后任总统的观点不一样那欧盟什么好像大家也也很紧张绿党也很焦虑会被翻盘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讲的你的石油或什么其他排放出来的什么 这些空污被资本家更聪明的运用来什么朋友看到没有 什么减碳 是不是这个国际相关的气候协定要求大家什么节能减碳 节能不是坏事减碳本来也不是坏事 但是这个减碳就牵扯到石油业碰出来这么多什么空污 那还有呢我们台湾还有一些地方的小工厂也喷出来一些脏东西啊 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们很多真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真的是世事都是欧美国家在掌控啊 这怎么说呢同学注意看到没有石油业喷出来的是大污染啊 我们台湾或其他地方喷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喷出来的是小污染 那甚至有一些非洲国家他根本还没有呢没有能力喷出任何不好的东西啊 懂老师的意思吗 那但是同学看到没有他们这些欧美这些资本家他就有本领 透过气候协定这个减碳他就有这个概念什么 好那排放这个碳的多寡呢也可以赚钱我赚空气的钱干的空气我也赚钱是脏的空气我也赚钱 这个怎么赚呢就是老师刚讲的为了减碳所以在这个气候议定书方面 他有规范一个大原则啊某一个时间点要减到多少每一个国家有多少配额对不对 那好那同学注意看啊老师刚刚是不是有提到过非洲有些国家他根本没有能力喷任何东西嘛 对不对那好局来讲那你那边有什么电油厂你怎么样你就跟他买这个额度 因为联合国相关议定书之下呢减碳每一个国家规定这个额度 你今年只能排放这个额度 大概几年之后呢可能这个总体的气温呢可能会降下来一度 那我们大自然的危害就会小一点 所以大家都分配一个额度 那但是呢分给非洲的这些额度呢就是老师刚刚讲的 他没有能力排放啊 所以呢那大家都很快乐啊 那我这个额度呢我就卖给你这个喷石油的你这个石油是不是喷的就比较多啊 那应该专门对付他才对啊不是吗因为他排财的最多 对不对那他也很聪明啊他就跑来跟老师买额度啊 反正老师这边没有能力喷任何东西啊你就来跟老师买啊 对不对所以你继续喷啊 看到没有因为联合国他看一个总量嘛 然后每个国家分配嘛 对不对那好那你跟他就总量还是一样啊 结果呢老师也很高兴因为赚了他的钱 那他也很高兴他继续排放啊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问题的确什么 所以你们注意看为什么欧洲的绿党 然后在欧洲议会里面 绿色的党团他们的实力那么强 其实同学注意看 这就是老师讲的嘛 干的空气也可以赚钱 脏的空气也可以赚钱 听清楚了吧 所以这也就是什么 川普他们这一派就认为什么 他当然他如果像老师这样的讲的那么明白的话 他大概在美国也得罪一大堆美国人嘛 美国的什么资本家嘛 对不对所以他只笼统地讲说这是假议题 不能说百分之百错 其实讲的就是什么 就是有人靠这个来赚钱啊 对不对 那同学注意看 那靠这个来赚钱 那有一些举例来讲 老师刚才只是讲 非洲有些国家没有能力排放的 他就很高兴把这个额度卖给你嘛 那问题是 有能力排放但是也没有排那么多的 他可能刚好在这个额度的边缘的时候呢 他如果要在公司想要工厂想要多赚点钱 他可能就要什么 多排放出他就要被什么惩罚呀 那可能就造成某一些国家的基础工业 还不是夺先进的哦 因为很多什么软体公司什么他根本也不需要排放 把他写程式就好啦 对不对 有一些基础的制造业要能够继续发展呢 的确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制嘛 对不对 因为你动辄得救啊 你也没有能力跑去跟非洲国家买这个额度啊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刚好卡住的是这一批所谓的工厂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那当然老师也不是说要大家 以后看到绿党的都要跟他对杠 那倒也不是 而是说环保议题 同学千万不要把它想得很单纯 他只是为了让大家呼吸新鲜空气 这么简单的一个议题 没有那么简单的 背后也是牵扯到很多利益的 或者是我们不要讲那么多 同学们别的不说好了 同学们的笔记簿 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 你买什么 再生只做的 那个笔记本 好像有些笔 新产出的什么 还要贵 对不对 因为那个就牵扯到几科技啊 有能力把废纸或其他什么东西 又变成新的纸拿来给大家用 这中间这个就是科技啊 你要用你当然要付费啊 那一般同学思考看看 一般人我们一般作为消费者 我们是不是那我你那个比较贵 我这个比较便宜又是新的 那我当然花钱买这个便宜的又是新的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科技然后搭配的什么 强势的宣传 看到没有 让大家觉得什么 用比较贵的再生只 最起码好像自己在道德上就就高人一等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你是不是觉得你用环保 你都学着说自己蛮不错的 越想对自己越满意 你看自己多有环保概念啊 对不对 是不是啊 你就觉得你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吗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所以环境议题本身牵扯的后面 有当然有真的是新鲜的空气 但是也有科技也有利益 的关键哦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就是那么简单的 我只是新鲜的呼吸 新鲜空气怎么就这么难啊 当然难啊 因为背后牵扯的因素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好那我们再来看 除了老师刚刚举的这个绿档 因为他这个比较有特色 因为欧洲的绿党呢基本上什么 跟全世界的绿党比起来 他是比较强势的哦 那好那同学注意看那欧洲有这些党团 那席位呢 每次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在每五年选一次啊 所以会有变动的 同学注意看哦 刚才讲你不成立党团的话 你运作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对不对 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他还是有哦 还是有十六席 他什么都不参加的 也还是有啊 好这大概是什么这一任啊 这一任的这个每一个国家分到席位的这个人数啊 那大家同学注意看哦 议员你选上了以后你就是当五年对不对 同学没有注意到 主席确实两年半 当然议员互选嘛 选出一个主席 但是这个主席呢 他只能当两年半 同学注意看哦 这就是什么 欧美国家有的时候在制度设计上 他考量的是什么 举例来讲 两年半 那就等于说这五年任内有两个人可以当嘛 对不对 他考量的是什么 不要说到五年的时候呢 全部都是新的 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也是新的 立法院院长也是新的 到时什么 大家要摸索议会的什么 运作可能什么 一半时间都已经过去了 所以什么 同学看到没有 为什么有些国家包括我们台湾的立法院 一开始都会有 媒介一开始都会有什么 要么不熟悉 要么乱象 打架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当然因素很多 但是纯就制度面来看呢 大家注意看 就是没有想到什么 院长跟议员的任期是不是要错开 让最起码院长的事务比较熟悉了以后呢 由这些人来担任 比较熟悉的 所以你要开始历练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是两年半 就换一个 两年半就换一个 因为有的时候你这两个人不见得同时下一届都选不上嘛 对不对 有可能选得上一个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就是考量制度的稳定性 好 那另外呢 他有一个特色 就是区域委员会 那这个委员会呢 同学注意看啊 他是代表地方还有区域在欧盟的咨询 这怎么讲呢 同学注意看啊 因为我们说今天到处都有民粹 对不对 民粹就是反自己国家的决策精英 还有反既存的制度 因为他觉得这两个东西并没有反映我的利益啊 对不对 让我什么 处于贫困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我干嘛还相信你们 对不对啊 那同学注意看 其实欧盟呢 因为我们知道欧盟28个国家 28个国家里面有一些地方 特别是前东欧 还有我们说西班牙 葡萄牙 对不对 他们加入欧盟 西班牙葡萄牙还有希腊 加入欧盟的时候 比我们台湾的国民所得还低啊 那跟欧盟的这些比较富裕的国家比起来呢 他当然低更多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欧盟当时就有考量到 杜鲁塞尔这边是欧盟的什么行政院啊 什么都在那边 那下面有国家会员国 那会员国下面又有很多什么地方什么不同的机构嘛 最下面到达县市嘛 对不对 所以他是很多层次的一个治理体制 对不对啊 那但是呢 同学注意看啊 在既有的国家治理体制呢 都还难免什么 有所谓的贫富差异的问题啊 对不对 有一些国家的地区 他就是相对贫穷嘛 对不对 而且同学注意看啊 在我们这边 我们东亚这个地方 那就很清楚贫富差异嘛 举例来讲 我们高雄也常讲什么 南北差异 对不对 高雄好像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委屈 什么重要的东西都在台北 对不对 那我们很清楚 就是牵扯到资源的分配 那欧洲这边呢 除了贫富差异之外呢 又搭上宗教因素 看到没有 所以让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 所以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甚至有很多影片也是在演 东欧这些什么种族大屠杀呀 对不对 南斯拉夫瓦解之前 那米洛塞维奇 为什么把境内的什么 伊斯兰的人 真的是用什么 平常啊 这不是暂时的 你平常就把你国家的什么 穆斯林的这些男性 给活白了 看到没有 那你怎么就这么恨呢 对不对 那同学注意看 所谓的欧洲 我们这一堂课一开始就有讲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新教旧教 天主教 基督教 穆斯林 还有什么 东正教 从古打到今天啊 没有打出个全然的胜负 那 当然恩怨情仇也上了几千年 那现在又再加上个贫富差异的问题 同学注意看啊 今天啊 在欧洲大陆上 我们不说别的地方好了 在欧洲大陆上你们注意哦 相对 老师不敢说绝对 相对贫穷的地方 你们注意看 大概都是天主教文化分布地区 或者是我们再讲的更宽一点好了 也就是说以农产品为主的地方呢 你们注意看 要么就是天主教 要么就是东正教 或者是什么 穆斯林 种马铃薯啊 对不对 农产品种马铃薯为主吧 或者是葡萄番茄啊 这些这些蔬果 那我 但是我们会说奇怪了 老师你不是说 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老牌工业化的国家 没有错 你们注意看 这些国家大部分都集中在中欧或者是北欧 对不对 而且纯旧文明宗教背景来看 他们都是新教 基督徒为主的 所以你们注意看 老师也建议大家注意一个问题 川普在选举的时候 川普在选举的时候 是不是对穆斯林其实很 很不满啦 对不对 我们说的客观一点啦 对不对 他好像觉得这些什么恐怖分子就是穆斯林嘛 对不对 所以好像都不好 其实首先注意看啦 川普老师上课有提到过 他母亲是来自苏格兰这个系统的 父亲德国这个系统的 所以你们注意看那存就文明的背景来看呢 他们其实就是什么 基督文明 基督教拥有科技的 看到没有 那基督教呢 同学注意看 在整个这个区域 为什么欧盟必须成立区域委员会 就是什么 整个欧洲放眼望去 同学注意看啊 有工业或工业比较强的 大概都是新教中欧和北欧 还有西欧 这有重工业的地方 所以什么欧洲这个地方呢 贫富差异长期以来呢 就是这个分界线 只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以不同的形貌出现 甚至老师建议大家注意 欧租 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对不对 我们说欧洲有五个猪吧 对不对 你们注意看这五个猪 除了希腊是东正教之外 那四个猪 是不是也是天主教文化区啊 意大利不用说了 爱尔兰 葡萄牙 西班牙这些什么 全是天主教啊 不是基督教啊 对不对 所以根深历 我们看他们好像都一样 但是他们对于他们自己非常清楚哦 你那个地方就是比较差的 我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有钱的 他们一听就很清楚啊 我们搞不清啊 反正你是德国 你是西班牙 你是葡萄牙嘛 对不对 但是他们自己一听就知道 你是来自比较穷困的地区 你是来自比较有钱的地区 那中间又夹杂着文明背景 所以是很难解决的一个情况 所以同学注意看 所以欧盟他必须什么 有这个区域委员会 你们看这个成员还不少 三百多位 他当然也必须分布在不同地区 都要有代表 那这个代表呢你平常你就要反映什么 所以注意看 透过各个层次啊 在立 以前呢 他们只是建言 对不对 我们这边缺经费局来讲 可能高雄市议员反映一下 我们这个中三大学古山区这个地方 哪一条路应该要铺啦 要不然同学们上学可能不安全什么的 就是这样子讲而已 那他以前也是就是这样讲而已 那但是呢 有的时候效果不佳嘛 对不对 所以老百姓忍了一段时间以后 到什么 同学注意看 李斯本条约之后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我们说2005年 这个荷兰还有西班 荷兰和法国 公投欧洲的什么 宪法居然没 宪法朝鲜居然没过以后 对于欧盟来讲 的确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打击 就等于说 大家不想再继续合作 更加深合作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检讨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所以 第一 反映老百姓的愿望 还有需求 是不是做得不够彻底啊 董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在李斯本条约之后呢 这个什么 你行政院 就是我们台湾的行政院 就是他们那边的职委会 你要就是刚讲的 你弄出所有的法律草案 要送进议会之前呢 你要先送到这个地方来 看到没有 朋友们看到没有 地方区域 还有相关的这些 更基层的呢 你要先把你的草案 给他们看一下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要不要加进来啊 看到没有 以前是我直接 我行政院相关的行政官聊什么 我草拟好以后 就直接什么 往议会送了 那李斯本条约开始呢 就说那必须什么 送进议会之前 先要到他们那个地方 给他们什么 看一看 然后他们有权呢 往里面加东西 或者是什么 告诉你说 哪个地方好像对我们不太有利哦 你要调一下 董老师的意思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那当然对于民意的反应呢 的确扩大了这个民意基础啊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好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啊 会有意见 所以同学注意啊 一个机构 或者是一个国家呢 谈治理 其实是什么 非常复杂的啊 那但是呢 你如果不什么 很多多面的什么 来反映大家的愿望的话呢 那治理的确什么 是会出问题的啊 好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好 那就休息一下好了啊